妹妹平安 我们这次是要分享 《出埃及记》的后半卷 这半卷的经文 我要把重点 放在一个主题上面 我们知道 这个经文的解释是非常的多 我要把重点集中在 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 今天我要把这个稍微弄清楚一点点了 前两天都在做铺陈跟铺垫的工作 今天我要把西乃山之约讲清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 神就是他 人就是我 这是客观的一种描述 神是他 人是我 我昨天说 不要说神是他 人是我们 因为这样呢 好处我们就要 难处我们就不要 对吗 所以我说 他我之间有一天希望 我们不是只是从客观角度来思想 我在大学教书教了很多年 其中有一门就是宗教比较 那宗教比较就要很公平地介绍基督教 当然基督大的这个Christianity 还要教这个无神论的 那个New Age Movement 还要教佛教 它代表是无神论 还要教中国民间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 当然是指的中国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它可以归纳出几个 比较准确的一个方向 当我们在做宗教 当我们在做宗教比较的时候 你必须客观 你必须客观 所以我在介绍这一位神的时候呢 就要很清楚地告诉他 大家说 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就好像无神论的佛教是怎么样一样 因为他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派别 可是如果我们的信仰 一直停留在这一边 那么就不是你我之间 而是他我之间 可是很多基督徒信了以后呢 本来刚开始是你我 后来会变成他我 什么叫他我呢 就是我们常常跟别人讲 这位神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他和我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他怎么样拯救我 可是呢 他却回家之后呢 就不跟这个神说话 你还是把他当成他 今天我的这个内人在当中 我跟你们讲 她是我见过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而且她对我非常的好 她对我非常的好 因为在这个盈会期间嘛 我每天讲一堂 我其他的时间都坐在书桌前面 再弄清楚 再弄清楚 这一句话要讲 这一句话不要讲 我都很花很多的时间 我大概坐在书桌前面 大概要有四五个小时 这个是已经早就预备好的奖章嘛 还要这样啊 那 他一直照顾我 弄给我吃 整理我所有东西 对我好得不得了 你们猜我们平常说话不说话 不说话的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么好 他会这么好的对我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是我在别人面前称赞他 还是我们两个这么好 是因为我跟他有话说 可是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到处做见证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蒋原 你知道蒋原是一个非常 非常 稀有需要被保护的动物 同时 我们是濒临绝种 快要 失去的一种 一种人 因为他会一直讲他我之间 他会失去了你我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轻看蒋原 因为我们也很辛苦 因为你们逼着我们 一天到晚讲道 对吗 我们要告诉你们 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 这位神是我的神 而且我需要跟他 我这样讲 他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你们是你嘛 我不能用你的对不对 可是我回去有多少时间 跟神说你呢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也盼盼这一次的盈会 我说了 等你回去以后 你算算看 你一天有多少次 跟神说你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 西乃山之约 跟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好 出埃及记有几个 非常明显的分水岭 或者我们称为高潮 每一卷书都是这样 第一个分水岭 是摩西在旷野遇见神 在第三章一到六节 这个我两年前跟你们说过了 那次摩西与神相遇 改变了摩西的一生 因为他本来就很好了 八十岁了 谁八十岁还出来呢 对吗 结果他后来的四十年 比前面辛苦多了 他不仅他的一生改变了 他也改写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第二个分水岭 是以色列人过红海 十四章 十四章 以色列人过红海 虽然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 因着耶稣基督就是那羔羊 所以我们比较多讲玉月节 因为玉月节非常重要啊 如果没有玉月节 当然他是预表了基督嘛 那我们就 他们就不能离开 可是这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说的 可是在历史里面 以色列人得以摆脱埃及人的奴役 不是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 而是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 对吗 如果他们出了埃及 就在红海边上被击杀了 他们也是没有出去啊 或者说他们没有逃离 埃及人的宰治嘛 所以等到红海分开 他们过去的时候 你看神算的时间多准啊 要是他们已经都过了 那法老他们就说 哟 还可以过吗 就是因为他们还在下面 所以埃及人就下去了 你回去读圣经啊 是埃及人都在下面的时候 以色列人最后一个人上去的时候 海就合起来了 哇呀 这个时间算得真准啊 所以你不要说不神哦 他是很神的哦 他很神哦 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就是 埃及军兵全死在红海里面 他们就享受了没有追兵的日子 如果从剧本来讲 你知道戏剧都要有剧本的 你看电影啊 他都有高潮的对不对 偶尔是要铺垫铺垫 哇 来个高潮 所以三章一到六节 是领袖来了 领袖来了舞台 进了舞台了 出现在舞台上了 第二个就是革命成功了 解放了对吧 但第三个重点就是 我这次要讲的 这次四次我要讲的事情是 重点就放在 出埃及记的第三个分水里面 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和上帝立约 立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看中摩西的十戒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从小就被摩西的十戒嘛 可是你无论从十戒的颁布 律例规定 甚至会墓的制造 你的会墓的制造 如果你仔细讲起来 从二十五章讲到三十一章 简直太多稀奇的事情 为什么 当时是什么意思 到了新约收什么意思 到现在什么意思 很多很多太多神的启示 可是这个高潮就在 西乃之约 西乃山之约 这个是跟个被解放的百姓 革命成功的百姓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弟兄姐妹 你我的未来在哪里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如果没有未来 今天死就死吧 对吗 何必活着呢 吃喝快乐吧 我们今天就要死了 如果没有未来 我们怎么办 所以对最近以色列人来说 因为有了西乃山之约 而成为以色列人 跟神有样的关联性 当然 当然 你不要把它当成旧约就过了 这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说旧约过了 我们不再看旧约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 这一次主题讲员 两个都讲旧约啊 两个都讲旧约啊 所以旧约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个西乃山之约 成为神像历代神子民 包含我们在座的你我在内 启示他心意的事件 因此十约很重要 因为十约是契约书 律例典章都是附件 attachment 我这样讲你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那个签约的人 那到底这个西乃山之约 是怎么签的呢 这个西乃山之约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1992年 我在华城读书 我在华城读书 那个时候修了一门课 叫做旧约神学 旧约神学的老师叫詹正义 詹正义老师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的 詹正义老师 在上课 那个时候我已经刚刚案例做长老 其实就是你们的牧师了 在我们那个教派里面 那我去上课 有一天他就把我叫去 期末了 他就把我叫去 你们都知道他坐轮椅嘛 他就把我叫去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啊 他说你期末考不用考试 原来做长老还有这个好处啊 这个期末考不用考试 这就太高兴了 你说旧约神学 我记得他那时候用一本这么厚的 刚刚出来的没有多少的书 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他说那你的期末作业 是写一篇报告 我告诉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上了他的当了 他说你不要期末考 他说你写一篇文章就好 我心里想说 写一篇文章没关系啊 写一篇文章吗 他还指定题目 他就写西乃山之约 后来他告诉我说 他说我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写 因为你的background是可以在念书的 我是念台大法律系 法律研究所毕业的 我的老师本来 我一毕业就要把我送到美国 念这个Harvard Law School 因为他是台湾这方面的负责人 他每一年推荐一个 没有一个不进去的 他就跟我说你回去 你去念念完了回来 回来我的位置给你教 因为我是他的那个入门的那个学生 我的位置给你教 后来我没有 我没有 没有去念博士 没有去念法学博士 他就跟我说你写写看 我就写 哇把我写得累了个半死 后来给他看 他跟我说 他说你可以 你可以念 他跟我说你可以念 你可以念神学博士 他跟我说 他说你赶快申请 所以我就快快从华神毕业了 把学分结一结算一算 我就把那个文凭拿到 然后我就拿我的大学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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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硕士学位 跟华神的硕士学位 一起去申请这个博士 在当时在当时神学硕士没有一定要 那现在就比较难了 他叫我公神学博士 95年我就拿到美国一个神学院的许可 说你可以来了 后来我就跟教会说 教会没有同意 教会说你留下来募会吧 所以我也感谢主 后来就没有进到神学博士的环境里面 还好没念 不然的话很辛苦 他当时指定就是要写西乃山之约 因此我们今天要回来看西乃山之约 我要往下走之前 我想先大家 带大家看一个 看一个东西 那就是要把这个历史的事件弄清楚 历史事件弄清楚 再去解释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中 记载的历史事件 是很少的 对不对 因为那是所有人类当中 被选进圣经里面 放在那边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 耶稣的门徒也说 要记载耶稣的事情 连全世界的事都写不下来 所以他是挑选过的 他是挑选过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圣经中 记载的历史的事实 都要弄清楚呢 因为圣经是圣灵感动 每一位作者写下来的 是圣灵感动 每一位作者写下来的 字字句句都要弄清楚 这是尊重圣灵 因为圣灵不叫他这样写 让他这样写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你每一个字都要弄清楚 这是第一 这是尊重圣灵 第二 因为每一个历史的事件 都是真实的事件 它不是虚构的 它不是个故事 它不是故事 它不是作者的想象 它是个历史的记载 而且每一个历史的事件 都有神的美意 对吗 你知道 你光把这个历史的事件 弄清楚 你就叹为观止 过去这三十年来 我预备讲道的时候 我每次都还没有去解释它 我只是把它 当然你在观察的本身 就带有解释 可是在那个同时 我每一次都很激动 说原来我所信的神 是这样的神 刚才在五点多的时候 我就重新再预备 后来我就 我太太在准备弄饭给我吃 我就说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是我最近想不通的事情 我太太说什么 我跟他讲了半天 然后他在吃饭 我说等一下我讲一讲 你觉得他们听不听得懂 我太太说 有点难 因为你还没搞清楚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你就去用 你就去讲 是会有问题的 会有问题的 我们 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没有回到现场 你就很快地做出判断跟解释 是很可惜的 你们觉得那个换十二年 血漏妇人 是真的是还是 马太马可他们想的 真的 你们怎么一问你就吓到了呢 是不是真的 不当然是真的嘛 对不对 当然是真的嘛 那个十二年是 作者想出来的 还是那个女人 真的是十二年 那如果你想清楚 十二年的话 你会觉得很恐怖 十二年 那个是一个女人的青春 最重要的时间 不管她从十六岁到 到二十八岁 或者二十五岁 到三十七岁 都是最重要的 十二年 然后她说 她就摸她的衣裳穗子 为什么要把衣裳穗子 写出来呢 一定有原因的 你如果弄清楚 你就会说 原来是这样 耶稣跑去叙迦 跟撒玛利亚妇人 谈道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约翰想的 不是 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读的时候 没有回到现场 而是这里加一点 那里减一点 那么你就找不到 真实状况 你就没有看清楚 现实的状况 然后神的意思 就被我们扭曲了 那当然 当然 到了新约 到了耶稣来了以后 自然就把 特别是旧约里面 许多的事实 经过耶稣基督的解释 或耶稣基督来之后 说那件事 就是这件事 或者后代的人 慢慢越来越清楚 但这个都是基本的 要把那个事实弄清楚 但是我们要了解 但是我们了解 这个历史的事情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历史的事件 这个因为跟今天讲的有关 所以我要跟你们解释清楚 历史的事件跟 记载 历史这个作者 记载的年代 是不是同一个年代 不是不是 你看到圣经的时候 常常会说 这件事什么 这个东西到现在还在那里 你读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时间感 所以说到现在还在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作者 写的是两百年前的事情 他说到现在还在 就这个东西放在那里面 两百年都没有动它 所以到现在还在那里 听得懂吗 就因为你们读的时候 不是常常听到这个吗 说到现在还在 什么叫到现在还在 就是两百年过去了 所以作者写有一个时间 这个作者写的时间 是因为作者 他有一个意图 他有一个想法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 这个念了硕士 念了博士 或者你现在还在写书的 你写书有没有目的 你说没有 没目的 随便写 没有这种人 每一个人写书都有目的 何况摩西写书 写五经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它一定有一个意义 那如果你不考虑 作者的意图跟年代 那么你就强加我们的观念 进到那个事件的里面 约翰自己也说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的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处上 但记这些事 就是神迹可能 他看了比如说四十五个 他只写了七个八个 为什么呢 他说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让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约翰选这个神迹 然后解释这个神迹 这个记号 他是有原因的 所以作者都有很强的意图 有很强的意图 例如我们今天看的 西乃之约 我们试试看 今天看的这个西乃之约 按照圣音写 是他们出埃及满了三个月的时候 对吗 到了那个山下 发生了几天之内的事情 请问摩西这个时候几岁 八十八十一 对不对 就差不多这样嘛 八十八十一 就看他这个中间的过程 实施的时间 那什么各方面 加起来 就是八十八十一吧 八十一吧 但是我请问你 摩西在写出埃及记的时候几岁呢 这个当然只能猜了啦 对不对 因为没有记载说几年写的嘛 没有嘛 那你猜什么时候写的 一百岁的时候写 一百二的时候写 一百二的时候写那个快 你知道那个要花点时间写 对不对 好吧 那我们大家可不可以 一百加一百二除以二 这样好不好 就一百一好不好 你要知道 摩西写摩西五经是有原因的 当然我们事后知道 这是圣灵的感动 这是上帝奇妙 又奇妙无比的作为 可是摩西写摩西五经 不是豪 不是无地放始 他不是想展现他的文学 这个天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埃及王宫四十年啊 结果我在旷野又四十年 不能显示我是文武全才 对吗 我现在这个武功势略都差不多了 到了老年写写文章给你们了解 本人的文笔还是不错的 我想摩西没这个意思 那摩西为什么写摩西五经呢 为什么写摩西五经呢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请问如果照昨天与牧师讲的 还是今天讲的我忘了 他说从出埃及 如果不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 大概多久会到迦南地 他说两年嘛 那我们就用两年就做标准 因为这个 讲员之间要reconcile 对不对 他说两年 我们就两年吧 对不对 但是后来他们走了四十年嘛 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如果是他们就两年就走进去了 两年走进去了 那么迦南地用几年增幅 迦南地是几年增幅的 所以可见大家都不注重历史的事实 对吗 少的话二十五年 多的话四十年 那这个按照犹太人那个学者 Joseph 他是估得蛮短的 是二十五年 如果长一点 可以到三十几年四十年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没有去绕那个旷野的话 摩西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养 就把江南地打下来了嘛 对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是为了要想清楚嘛 所以摩西如果不经过 这个四十年的话呢 他就不需要写摩西五经了 对不对 可见你们圣经真是不太熟 他自己带进去 他要写什么呢 你知道摩西越带 越担心 他真的当时以为 神要他带进去 他就真的以为他要带进去了 结果没想到搞了四十年 在河东 还叫他看一看 就这个地方啊 摩西说 哇 神说你不用进去了 啊 我不用进去啊 你不是叫我出来 就是要带他们进去了吗 现在不用进去了 没了 在这个之前 我相信摩西也是一个 很 你不能只是把它当成机器人 让神操纵这样啊 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心想这样子出来了 哎呀 又绕了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神讲了四十年 就一定四十年 以我对神的认识 他就是这样的神 但是他没想到 没想到他自己没有进去 但是他想想 还是要把东西写下来 因为如果不写下来 这群百姓 已经做了四百年奴隶的人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听得懂吗 美国连四百年都没有嘛 对不对 如果你想一个人 一个家族 如果四百年都做奴隶 他的孩子生下来 就是奴隶的脑子嘛 我不开玩笑的啊 你三代是奴隶 你都已经是奴隶了 你们如果在美国住了四代 你还记得你是什么人吗 不会的 因为已经同化了 那这里没有好坏问题 这里只是他们四百年 他们都是做埃及人的奴隶 虽然他们可能有 有homeschooling 对不对 你们现在有 可是呢 你做这么多年的奴隶 你实在是有困难 所以摩西在干什么呢 他就是把它写下来 创世纪他写了 这个 1到11章 他写了上古史 这个部分是很特别的 那一定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12章到50章写了列祖 这都是有历史的文件 或者他自己去收集的 然后开始写他自己 出埃及记 你要知道哦 出埃及记 写他自己的一生哦 前80年 他只写了三件事 对吗 第一个 他在水里面被 他的养母救起来 第二个 他就把人家打死了 然后被两个 这个 这个西伯来人呛他 第三个 他就救了西伯拉 不是 就是让他的羊 可以喝到水 就做三件事啊 他一生有多少事情啊 他都没有讲 他怎么练功的 对不对 可是他只记载三件事 所以这三件事 我们要弄清楚 因为留下这些 都有一定的目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记载历史 我们要搞清楚 好 那摩西 做什么呢 因为摩西 他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家呢 或者他进去的时候 很快就会死 他知道的 而且他的这个助手啊 已经培养好的 就是约书亚嘛 所以他就着手写 摩西五经 我的相信 我不知道你的相信怎么样 我的相信 他不是电脑 然后上帝的指头在上面敲 然后跑出摩西五经 我的相信不是这样 我的相信是摩西五经 是摩西写的 是摩西写的 当然那有圣灵的感动 可是摩西的心里 一定没想到我们 摩西的心里 一定没有想到耶稣 因为他不知道有耶稣嘛 亚伯拉罕也不知道有耶稣嘛 他一定没有想到说 哇2022年7月 今天几日啊 7月3日 今天3日吗 7月3日有一群人 坐在若歌教会里面 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其中有一些人 拿着美国护照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根本 他对象就不是我们 他没有想到我们 他想的是这些上帝 托给他的这些人 他要把他们带走 他要把他们带走 从法老的手上 把他们抢出来 这是他的百姓 他的民族 上去将他把他带出来 所以他带出来的时候 他就走到迦南 迦南这个边上 约旦河东 他可能在那边就说 那我要留下东西来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讲这么大段的重要吗 因为这就是后来 整个人类历史 我讲人类历史 当然从基督教思想讲的 整个基督教思想 或整个犹太教 最根基的东西 叫做摩西五经 因此当摩西一死 摩西一死 摩西一死的时候 这个上帝就去找约书亚 奇妙啊 不是约书亚找上帝 是上帝找约书亚 照理应该约书亚很害怕 跑去跟上帝说 怎么办老是死了 就没有 摩西死了 神就来了 就跟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轮到你了 可是他交代了许多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他交代了他什么 他说绿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什么叫这绿法书啊 我们今天用的时候 都是想说这绿法书 你立刻想到圣经 有没有 约书亚哪里又想到圣经啊 约书亚想到就是那五 那五卷或者那一卷 那一卷 当时是一卷 那一卷书 我的老师留给我的 就是带我们进迦南地 要用了这一卷书 所以摩西只有想到说 这群百姓进了迦南 怎么活啊 你要知道 他们在埃及地活了四百年 已经活下来了 埃及人不会杀他们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人可以做奴隶 可是他们进了迦南 你觉得迦南会饶过他们吗 你觉得迦南人比较厉害 还是埃及人比较厉害 你知道是一个比较伟大的 悠久历史的王国比较厉害 还是流氓土匪比较厉害 你知道当时为什么蒋介石 他们会输掉吗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那种打仗的方式 有没有 他们都是靠军队 可是人家打仗不是这样打的 不然怎么叫土巴路呢 那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现在是在举例子给你们听 所以你不要以为埃及比较厉害 你觉得埃及的神比较厉害 还是迦南的神比较厉害 你读圣经 行邪淫 埃及毕竟是一个古国 它有很多东西 它经过整理 那在迦南地 那怎么得了啊 所以摩西想想 不给他们搞清楚 第一你们不是奴隶 你们是神的子民 第二进去之后要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要搞清楚 所以他就写了摩西五经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在摩西的概念里面 它是有一个一定的想法的 要让他们进去的 因此在读圣经的时候 摩西五经的写作是110岁 我们假设这样 然后80岁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所以中间差了30年 对不对 如果我们没有用摩西的角度 读西乃之约 我再说一遍 西乃之约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摩西要用 我们要读西乃之约 这个他所写下来的东西 他写的是110岁 写80岁的事情 就好像约翰是 就算90岁写约翰福音好了 那是60年前 60年前 来 你还记得60年前的事情吗 你看约翰不得了 你不要小看 约翰跟我们一样都会老的 大家都会老 记忆会不准确 对不对 当然他写的可是神保守 我们必须相信这个 如果我们连圣经的这样子 我们都不相信 我们就很困难往前走了 因为再讲下去就更难了 因此在读一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历史事实发生什么 然后写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你知道摩西有非常清楚的意图 他要带他们进去 他没想到他没带他们进去了 还好写下来了 约翰就捧着那个书进去了 就一直读一直读 就没有想到 后来就开始进入人类的历史 对不对 或者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到今天 当然耶稣基督来是最大的改变 他就改变了 就约许多事件的解释方式 因为那个是指向他 所以他来了就是那个真实的来了 那个影子 或者那个就慢慢的就说 哦 原来这个就是那个 当然所以我们解释可以有很多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们说 历史的事件非常重要 西乃山之约 不必用别的方式去解释 单纯解释西乃山之约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 否则那些遵守西乃山之约的人 一生怎么办 对吗 那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 西乃山之约是很多人在遵守的 直到耶稣来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 耶稣来了 推翻了西乃山之约 没有 没有 西伯来书没有这样说 约翰福音也没有这样说 说西乃山之约废掉了 没有 因此这个缘故 所以我要带你们来看 前面花了比较多时间解释这个 这个我会把它讲完的 你放心 好 他叫我指这里 所以十章 十九章二十节 这我已经讲过了 摩西第一次上西乃山 领受十戒 耶和华临到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林上 耶和华遭摩西山上顶 摩西就上去 这是第一次领受十戒 领受十戒 要下山之前 神就吩咐他了 还没下去 神就吩咐他了 那个是记载在十九章的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我们不念了 那这第一天我讲过了 他吩咐他了 然后他就下去了 领受十戒完了 他下去之后呢 二十章开始 就记载了二十章的整章 二十章的整章 是记载了十戒 他把它编在 十九章的后面 对不对 他领受了以后呢 时间续是这样子 摩西上山 然后神就告诉他十戒 他就说好 他下山之前 神又对他讲了几句话 他下去就把摩西在写的时候 就把十戒写在这里 好 十戒写在这里 然后再来 然后第二次上山之前 神又吩咐他了 他第二次上山 那第二次上山就是 我们那天也读了 第一次下来 讲完十戒之后 老百姓害怕说 我们不要见他 以后你代理我们 你就去跟神讲 我们都不去 所以这边说 于是百姓远远的 什么 看不见 于是百姓远远的 站立 摩西就挨尽神 所在的幽安之中 这是第二次上去了 他第二次上去了 第二次上去 二十章的二十一节 他上去的时候 就领受非常多的 利率典章 那就记载 记载在 二十 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到三十三 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然后利率典章完了 他先记录 他先记录 在他的写作上 他先记录了 然后他才记录 二十四章的一到二节 你知道我当时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顺序没搞清楚 我搞了两个月 我没搞清楚 就是到底上去几次 你知道 詹老师 你这做老师都是这样子 詹老师就问我说 到底三次还是四次 四次还是五次 我说 那我说大家都说三次 他说真的吗 他说有没有可能四次 我说有可能 我说搞了半天 原来他的编写的顺序 跟我们以为的顺序不一样 他是先第一次上去 然后接受了十节 然后交代下来 然后再写十节 他第二次上去之后呢 就写了利率典章 然后最后这边 才写出他下来 他下来写什么呢 这个顺序没有搞清楚 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知道 他有一点点跟你想想的 想法不太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并以色列的七十个人 都要上我这里来 远远的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这个是摩西第二次下山前 注意听 他前面颁布了十节 后面也有律力典章 然后第二次下山之前 跟他说你第三次上来的时候 就要亚伦 拿达 亚比户 以色列长老的七十个人 都要上来 都要上山 这次有很多人上山了 可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 后来就拿到 我就不要讲下去了 比较麻烦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 按照经文的记载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我用一半的时间来讲今天的重点 好 二十四章三到八节 请你们看二十四章三到八节 二十四章 OK 好 二十四章三到八节 我们要讲到西乃山之约的定定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也请各位默默地祷告 我们能够明白神第一次跟人签约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约跟你我有关系 当然 这个约后来被耶稣基督的恩典全部 我不能说取代 就是真实的来了 那就是约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前约弄清楚 你后约其实很迷糊 你如果把前约弄清楚了 像我们这些人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比较了解 你一下就明白说 这个不是那个 这个原来是那个 有的时候我们看 有的时候我们看花 看花 开花的时候 你知道有些花开出来 跟它的那个包不太一样 一开出来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吗 那开了花之后 后来又结了果 是不是 可是它是有一个卖的 它是有一个卖的 你说这就是那个花包 然后这就是圣开 然后这就是凋谢 然后这就是果实 然后这就是种子 如果你把它排在一起就很清楚 就很清楚 那我今天要把这个西乃山之约 跟你们讲清楚了 西乃山之约 我看我们要不要 应该要先念西乃山之约比较好 在哪里 OK 找到了 我们念一下 念一下西乃山之约 我们来念三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 预备请 摩西下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 在山下足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番祭 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 对不起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 看啊 这是你 血 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 我稍微解释一下 第三节是一个 是一个概论或者结论 你知道 有一种文章的写法 叫做新闻式的写法 你们知道什么新闻式的写法吗 你看那个报告新闻 或者你看那个 你看什么 你们这边叫什么NBC 是不是 或者什么 什么BC BBC 是吧 很多 或者是什么 什么华盛顿邮报 或者什么 他们的报告新闻 或者他们写news 都是第一段 你看完了 其实你已经全部看完了 因为他把结论写在前面 他说今天发生什么事 死了几个人 警方非常震撼 正在调查中 其实已经全部结束了 他下面分段写 是要写得仔细 他在把第一段 所以基本上你第一段看完了 下面如果你没时间 你就可以不要看了 可是人不会这样子的 人不会这样子 你会往下看 那这个就叫做结论式的写法 结论式的写法就是 西乃山之约是怎么做的呢 是摩西下山 就把耶和华的命令典章 就讲给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叶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结束了 其实这就立约结束 可是这个是浓缩式的说法 下面就把那个过程写下来 所以第三节 其实如果你四五六七八不看 直接跳第九节 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新闻式的写法 那这个 约束亚记是个非常文学的东西 很有意思 你知道当时搞不清楚的时候 弄得满身大汗 然后弄个半天 后来说 原来我弄错了 我想说怎么这么麻烦 已经都讲完了 耶和华说都被遵行 那为什么摩西又将 耶和华的命令写上呢 原来不是 四五六七八 合起来就变成三 所以三写在前面 先告诉我们 整件故事就是这样 好 我现在来讲这个 当时的状况好了好不好 那你看了 它是这样写的 从第四节开始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 都写上 就写起来 然后清早起来 在三下筑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 十二根柱子 所以他筑了一座坛 又立了十二根柱子 那现在是我想象的 我不知道 但他一定有一面墙 或者一个地方 是专门写这个东西的嘛 你知道写多少吗 十节就是十七节 按照我们所看到的 对不对 那如果后面的律例典章 从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一共一百零五节 以前写跟我们 现在写不一样 而且那个 那个是个约书嘛 要让人看嘛 所以你不能写的小小的 我们现在更方便了 一写一发 每个人都有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用念的呢 我现在都用念的 念的 我就念的变成文字 然后再修改一下就好了 那当时哪里有可能这样啊 所以摩西一定花很多的时间写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你第三节不管了 那是结论式的写法 清早起来 清早起来 就在三下 他写了很多天以后 比如说这样 然后他清早起来 在三下逐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的少年人去献祭 向耶和华献平安祭 然后以后献完了之后呢 那不是有那个血吗 他就把那盆拿过来 摩西把血一半剩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就撒在 假如耶和华在这边 那个坛 坛就代表耶和华 就撒上去 撒上去之后呢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那个时候已经写好了 已经是一个书面的东西 他就念给他们听 那一共十七条 就十戒 加上一百零五节 比如这样 全部念完了之后呢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百姓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以后 摩西就把这一个血 就撒上去 也就是立约了嘛 这边先撒了嘛 撒了神 摩西就替神 念那个约书 念完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血 撒在百姓的身上 说你看 这是立约的血 当然这些后来都有解释 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现在只是把 当时历史弄清楚 这是耶和华 按一切的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所以那个血 就是凭据 就撒上去 然后念一遍 然后再撒上来 撒上来之间 他们要先说 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了吗 四五六七八 浓缩起来就变成第三嘛 摩西下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 典章都述说 以百姓听 众百姓其身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这样听得懂了 我现在历史 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场景交代清楚了 这一个西乃山之约 是神要和人 第一次和众人立约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 以竹坛代表神 以立约代表百姓 以竹坛代表神 以立约代表百姓 所以他不是采十字而已 他有一个形式 他有一个形式 大家知道形式吗 就是大家要 真的做这件事情 不是说 要相信耶稣基督的 心里面说阿门 阿门好 很信了 不是 他要有一个形式 当然现在 我们都是敬拜神 从心里敬拜神 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当时他用一个形式 摩西第二次 从山上回来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耶和华的命令 都写上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写 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但一定不是很短的时间 写完了以后 我自己在想 摩西在写 我因为读圣经 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 慢慢弄 我就在想说 摩西在写的时候 一定很有感想 对不对 你知道我在读 那个十戒以外的 那些东西的时候 很感动 很感动 因为这就是那个约书 约书就是我跟你立约 要写下来的嘛 对不对 神单独写 不跟他们讨论的 现在哪里有这样的 你写了约书送过来 我改一改 换回去给你 你改一改 换回来给我 你说我的薪水 年薪十万 我这样看像十万的样子吗 随便你给你改个十八万 回去 然后你再弄回来 就弄了 然后你说要做这么多 我都太多了 改一改 或者国家对国家 你让几公里 俘虏怎么换 当然改来改去 没有神自己写 可是如果你回去看那些约 你如果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约书 你知道他第一大段写什么吗 写要善待你的奴隶 第一大段写的是善待你的奴隶 你们以色列人历世历代要善待你的奴隶 耶和华像他说啊 其实你们是我从外面抢回来的 你们是他的奴隶 现在变成我的奴隶了 可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将来要对你们的奴隶这样 因为我就是这样对你们的 你知道在那个 因为你们不常做这种法律文件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有了 你知道那个法律文件要写得大家都满意 不容易啊 我在看他写的时候 我在看我很感动 这么多的事情 他除了讲说谈要怎么弄以外的 第一件事情就写善待奴隶 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念的时候 摩西在念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感动 原来这一位神救我们 过来的神 跟我们立的约是这样的约 是这样的约 之后摩西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为耶和华主义座谈 他先把文字写好 然后就足谈 然后就十二个柱子代表以色列民 那立约要有双方当事人 对吗 都是律师跟当事人坐下来 或者是如果你的房子是很简单的 就不要找律师了啦 出租人跟成租人坐下来 大家写一写看看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个谈判的时候 两边都是坐五个五个 有没有 然后他把国旗给插起来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签约 这边也是 还有一个形式 还有一个形式 谈就是代表耶和华 住就代表以色列百姓 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来坐在两边 注意哦 过去很多人认为 立约双方是神和人 对不对 然后就把摩西当成人的代表 是不是 在这一次你看到了没有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摩西有一个 旧约第一人的身份吗 因为没有人取代得了他 神没有让摩西做人的代表 神说要公平 让人站一边 神站一边 中间站的叫做摩西 所以摩西不是人的代表 摩西是中宝 等一下我们会讲 好 我们再看下去 那么西乃山的约定呢 神用宣布律法立约 百姓以宣誓遵行立约 当摩西 下神 以后他把律法写起来 写起来之后就把两边的 这个代表人的样子 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第四节开始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 都写上 清早起来 足了一座藤 按以色列十二根柱子 所以在到第七节的时候 就念了那些书 念了那些文字 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约书 神和人立约的约书 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尊心 以后摩西就把血 撒在百姓身上 说这是立约的血 耶和华按这一句话 与你做立约的凭据 所以 当过程当中 摩西把这个律法书 写完了以后 就叫两兆过来 然后他替神念 他其实是先撒血 然后念 耶和华的约书 我昨天 是不是昨天还前天说的 我说神都是先做 他做 我儿子透过网络 看了我们这边 他说你怎么开 允治叔叔的玩笑 我说我不开他玩笑 什么时候才可以开他玩笑 上来就有这个特权 对不对 他说你讲那个 会不会让人家不舒服 没关系 在那一天 当神 当神 要讲话之前 摩西替神讲话之前 先把血撒上去 请神说 然后 念约书 然后请人回答 你知道那是个空档 神先说我要 你要不要 你要知道先offer给别人的 都是输的 当然了 结了婚以后就另当别论 对不对 拳打脚踢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在那段时间 上帝先说我愿意 这就是我offer的约书 你愿意吗 摩西念完了 百姓说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所以神以宣布律法立约 百姓以宣誓遵行立约 以后摩西代表神宣布了 宣读完了摩西的律法 百姓就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确定他们听懂了神的意思 他所说的 他们都愿意遵守 而这个文字就是立约的内容 如果弟兄姐妹有来听第一堂 第二堂 我在讲十戒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神和百姓立约 有提到是神拣选他们 但是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 神其实没有 把他纳入自己的奴隶 他放他们自由 他放他们自由 他把仇敌手中救出来之后 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神把西伯来人 从西伯来人的仇敌手中救出来之后 神并没有立刻说 要听我的mail 他说你们可以选 你们可以选 你可以选 你要跟着我 或者你可以选 你不要跟着我 而这个约的内容 不是无上限的 其实约的内容 写出来对老百姓都太好了 神绝大部分都说 如果你跟我 那我会怎么对待你 而不是 而比较不是 如果你跟我 你要怎么听我 没有 其实神对我们要求 只有一件事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只有一件事 爱我 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 只有一件事 爱我 因为我爱你们 所以从旧约 我讲一点点新约 我平常不太这样子的 我讲一点点新约 所以神从原来是叫做 祂的子民 对不对 后来就变成祂的儿子 有没有 到后来就变成祂的 新妇嘛 所以神爱我们 神所有告诉我们的 都说你不要到处乱跑 我爱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我们到最后 我们的信仰没有说你 而是一天到晚跟别人说 神多了不起 我们的神心里不满足的 因为我们神喜欢 我们跟祂说话 你去读圣经 大家常常跟我说 都读不懂 神都不常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神是很啰嗦的 因为祂老了嘛 你听得懂吗 还有谁比祂更老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个讲员越老 话越多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 你要帮助我 我老了以后 我话要越少才好 不要多 很讨厌你 但是神话很多 祂说你的意念有多少 数起来一共比海撒还多 是诗人说的 对不对 虽然是诗人 可是还有真的意思 神对我们的意念很多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弟们说 把你的天线拉出来 你现在已经不需要天线了 现在就要用Wi-Fi 对不对 要connect到Wi-Fi上面去 不让我往里接收不到 我一进来你们里面 我就立刻说 这个可以帮我接Wi-Fi吗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很多资料都可以进来 天线打开来 所以当我读到 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 他们不是七个门徒 跟耶稣约在提比利亚 见面吗 提比利亚还见面 后来他们不是就去打鱼吗 去打鱼 你读那一段 你会觉得很好玩 你事后看就很清楚 他们一整夜没有打着鱼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心里发毛 会不会 不会啊 那你真没良心呢 真的啊 你一夜 因为等耶稣等到 后来跑去打鱼嘛 一夜没有打着 我都不相信 才三年多 彼得都忘了 当年也是一夜都没有打着 对不对 结果有人在清晨的时候说 小子你没有吃的没有 竟然还有人敢回答说 没有 你听不出耶稣的声音吗 听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sensor没打开 因为antenne没有拉出来 所以没有感觉 有人说 那因为耶稣经过死了以后 他的声音变了 OK 这个也解释得不错 对不对 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耶稣说 把王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你没有感觉这个话 很像谁说的吗 你听不懂吗 你知道我不是 因为我跟过很多人 我这次看到周哥 我真的好高兴 我不是当众说他 我不是 我不必这样 我非常喜欢周老师 周老师 因为他的做事 他的观念对我影响非常大 所以不要说我这么多年没有听他 他只要一出声 我就知道是他 也不要很熟的人 那你不要说我那个老师 有一天我在那边经过的时候 我听到神保罗的声音 我吓死了 我一回头看 是有人在听录音带 你知道吗 我就跑过去 我说 神不是吗 他说是 很多人的声音都听得出来 耶稣的声音听不出来 三年半了 该死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们不敏锐 不敏锐 然后耶稣说 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救毙得着 他就撒下去了 对不对 就一撒 结果一拉 糟糕 拉不动 约翰就说 是主 对吧 圣经上是不是这样写的 你知道我读到那个时候 眼泪都流下来了 那有一年 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一辈子做约翰 让我对你敏感 虽然是门徒都不敏感 我也这么不敏感 可是我要最先敏感 我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常常跟神这样祷告 我们看不清楚你 你向我们 我们常常说 主啊 你向我显明 有时候神说 大声喊 你也听不见 打你耳光 你都没感觉 用脚踹你 你还没有 还无动于衷 太多时候是这样子了 因为我们跟神 不太来往 你知道吗 不太习惯跟神在一起 所以神的关系 跟我们关系不好 关系不好是因为 因为他永远是他 所以关系不好 他如果是你 关系就很好 听得懂吗 或者你就很敏感 有没有 因为我跟允智夫妇他们 二十几年的 每一年都在一起 疫情都阻止不了 我们的情感 对吧 每一年都在一起 每一年 每一年都在一起 我们来美国 无论我在什么地方讲到 他们都飞过来 然后他们回台湾 我们一定见面 我们一定见面 然后 有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很熟嘛 我们四个人都很熟 有的时候我知道 允智一讲一句话 我就说糟了 又要挨骂了 因为很熟嘛 所以我知道了 可是有的时候 我没有猜到说 小薇做这个允智会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他们两个 可是我相信他们两个 很敏感 对不对 就好像我跟我太太一样 今天下午我就不小心 只有讲错一句话 什么话你知道吗 吃饱了吗 因为我都在安静嘛 然后他就弄饭什么东西 弄好了 那我就说他出来了 我说你要不要把那个垃圾 把那个垃圾拿出去丢 然后他就停了一下 看我一眼 他说我已经丢了 我就知道我死了 也就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出去丢垃圾 我都没发现 我知道他心里面一动 他一动 我就一动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如果能够跟神 有这样子的关系 就非常的好 神要的就是这个 其实神跟我们立了约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 是为了把我们拉在祂内 因此我们可以说 西乃三思约之约 是神在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之后 祂说我要跟你怎么样立约 好 还有一点点时间 OK 好 第三 西乃立约的目的是要成就 神和人之间的和睦 今天我要把这个讲清楚 立约是要成就 神和人之间的和睦 第五节说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 去献番祭 又将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番祭 平安祭 然后拿来了之后 摩西将血一半剩在盆中 一半就先撒在坛上了 然后就替耶和华说话了 说话完了以后 就跟百姓说 你们呢 百姓说我们一定听 我们也一定做 以后摩西就将血 撒在百姓的身上 做立约的血 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 作为你们立约的凭据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约是什么意思的 百姓 摩西为百姓宣读 耶和华的诫命律例之前 他先让少年人去献番祭和平安祭 这表示人 他替人认罪 向神臣服敬拜神 换句话说 他就是承认自己得罪神 摩西替百姓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又向神求恩典 求恩典 因此这一个约 请注意听 这个约最主要的是求和好的意思 虽然神说 你们可以去或留下来 可是摩西知道 神是要跟百姓和好 因为他们以前 虽然是别人的努力 你得回来 可是如果你不想跟我和好 我们就不要在一起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我们就和好 注意听 最后面这一段 如果听懂了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我相信会改变你一生 如果你听懂了这一个 神和人立约的目的 不在于要如何一起完成一件事 神和人立约的目的 不是要如何结盟与对抗敌人 神和人立约的目的是要和好 是要神和人之间有和睦 建立彼此的关系 神和人之间立约 不是说我跟你结盟 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外面的人 不是 因此我们在跟神互动的过程当中 重点都不会是 用神的力量去做一件事 都不是这样 我们跟神在一起的目的 不是联合次要的敌人 打击主要的敌人 你不要开玩笑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是真的 很多人要神的目的是 他帮我 他帮我 很多人要神的目的是 联合明天的敌人 打击今天的敌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否则我们怎么对神 有这么多抱怨呢 因为这个神不听话 神不要帮助我 我的儿女生病 他都不帮我 生气了 当然我们是因为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怪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明白起来 这个和约书 这个立约 比较像和解书 就是我跟你本来吵架 现在不要了 我们不吵了 我们和解了 要忠贞 它不是要 它是一个内部的约 是我跟你合在一起 它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抵御外面 不是说我们两个三国 我跟你合去打他 不是 所以因此我们跟神和好这一件事情 比我们用神去做许多事还重要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你有没有清楚 我在讲什么 这个和约书 比较像结婚的契约 重点在于 双方必须忠贞 彼此忠心 好好对待 但是上帝那边 他永远没有做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从旧约读到新约 上帝骂人的时候 或骂以色列人的时候 都说你是淫妇 为什么 因为你答应说要爱我 你没爱我 你跑去爱别人 你看钱比较重要 看我比较不重要 所以神就伤心 因为我们没把约搞清楚 我们以为有了神 我们很多事能做 我告诉各位 台湾现在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台湾的基督教界 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不是这样 我希望你们不是 因为我现在比较少在美国服事 我不知道你们主流的思想是什么 我们到底要上帝做什么 我们到底要上帝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弟们 今天很多人信耶稣的起点错了 目的错了 他希望信了耶稣 要他赐福给我 我没有说这一定是错的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主要的目的 很多人信耶稣 他希望他要给我力量面对困难 我告诉你 这也不是主要的目的 这不是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是 神想跟我们结合 神想跟我们联合 神想跟我们和解 神不要我们不爱他 最主要是这样 等一下我做一个比方 今天很多人以为信了神 就可以走捷径 大家同样的努力 我要得的更多 因为我有耶稣 你们没有听起来觉得很顺啊 连牧师都这样吗 连我们这些牧师都这样啊 我是牧师耶 你都欺负我啊 你都不怕我的上帝揍你 因为我们在 希望耶稣替我出一口气嘛 我们犯了错 主啊 那高速公路有一张照相 希望不要照到我 求你erase掉那张照片 警察没看到我超速 或者那张单子搞丢了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 没有那你们灵命好 我没那么好 我会做这种祷告的 地震带来伤害 主啊 别人的房子摇了没关系 我是你的儿女 房子别摇坏啊 真的很多人这样 你告诉我下一步去哪里 是往美国比较好赚钱 还是往欧洲比较好赚钱 你告诉我 我愿意听你的话 这一次Covid 很多人啊 在美国 我想你们没有这个问题 在欧洲很多基督徒确诊 不敢讲 因为他觉得这样就是 神没有祝福他 神没有保守他 他会怕被人家发现 原来我都不听神的话 所以神在公开要羞辱我 就让我确诊 所以很多人的跟耶稣结盟 或者说签这个约的目的是 要让上帝来帮助我 求上帝来帮助我解决困难啊 碰到工作难处 主啊 我的老板这个上司太差了 调走他 或者老板都不给我加薪 我做这么辛苦没看见吗 主啊 开他的眼睛让他能看见 你想想你信耶稣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祷告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说这个祷告是错的 我没有说 我只是说如果我们都是这样 不太对 其实神是想跟我们结婚 神是想跟我们在一起 这些祷告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太多了 神真的这样对我们 对吗 神真的对我们很好啊 如果要讲神迹 我今天还跟我太太讲 我说我想起2011年 神救了我的脚 免得跌倒 神救了我的眼 免得流泪 神救了我的命 免得死亡 2011年三件大事 第一个我开车 我有个坏习惯 我开车 那个年代 现在已经悔改归正了 我在那个年代 因为很忙 所以我平常绝不打电话 那时候有手机 你知道我那时候手机 2010 我的手机都几千块钱的 那个通话费 我一上车 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方便的那种方式 都是用手机拿着嘛 我就一上车就打电话 沿路打 一定打 那我女儿每次都告诉我 爸 你上车可不可以 不要打电话 我说好 可是我照样打 我就跟主说 求你保守我 拼命打电话 后来发生车祸 非常大的车祸 非常大的车祸 我的车子架在别人的上面 我门一开 哎呦 怎么 我怎么 什么外面的 救了我的命 免得死亡 救了我的眼 免得流泪 因为我被别人告上法院 我就跟主说不太公平 你可以帮我吗 后来 法院判出来 我没有问题 我胜疏 救了我的眼 免得流泪 救了我的眼 救了我的脚 免得跌倒 我到西班牙去 他们跟我说 李长老 你在这个resort里面 就是让你休息的 你讲到太累了 所以让你在这边休息 我们一天只有讲一堂道 就像你们一样 你知道我在欧洲 一天 如果你们在国内 就知道 两天通常是讲十个小时 有时候十二个小时都讲 都讲 那天他们把我送到resort去 我到那边就很高兴 每天只有一堂 他们会来接我 然后我就一开电脑 没有WiFi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没有WiFi啊 他们说这里是一个 给你度假的地方 所以故意没有WiFi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么整天怎么办呢 你知道就是工作狂嘛 后来他们就跟我说 只有一个地方有 就是那个coffee shop 那个地方 只有那边有WiFi 所以我就拿去 然后后来他们要来接我了 就跟我说 李长老我们过来接你 十分钟后到 我就好 我要回去换衣服嘛 我就拿着我的电脑 就像捧着电脑啊 边走边工作这样 对不对 一脚踩进游泳池里面去 你要知道 我刚才从这边下去 是因为师班上来了 我时间控制不好 刚刚在那边弄这个东西 我现在这样子 我都不敢下了 我都要走那边下 年纪大了要小心一点 心智可以年轻 对吗 身体不一定听话 是不是 我那时候一脚踩下去 一脚踩空 你就趴下去了 游泳池 结果呢 我一脚踩下去 第二脚就上来了 怎么上来的我都不知道 手上还捧着电脑 电脑只能这样捧 对不对 我不是这样抱着 我是这样捧着 一脚踩下去 一脚踩上来 我后来跑去看 那个是儿童池 但是也有六十公分高 你能够空 你没有感觉 你踩六十公分 然后第二个脚 要伸到够高 才上得去 对不对 那个没有天使服务的脚 怎么可能呢 神迹一堆 但这真的不是 我们信仰的中心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 我们是被救回来的 好 我们信主的目的 我们信主的目的 是因为他爱我们 我们愿意爱他 好 我们用结婚来讲好了 我刚才这个 最后我要讲 神当然会有很多神迹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一个穷小子 娶了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是亿万富翁的女儿 而且他有非常多的财产 他爸爸到底是看上了我呢 还是爱他的女儿 怕他女儿吃苦呢 总之就是给他亿万的钱 就给他 那我们两个真的彼此相爱 我问你 当我有状况 我需要花钱的时候 他会不会帮我 会不会 这样懂了没有 因为我们正好结盟的这一位 我们正好结婚的这一位 我们正好爱上的这一位 这么爱我们的这一位 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他有所有的能力 但是 如果我们心里不爱他 你整天跟他说 帮我出这个钱 帮我出那个钱 你愿意吗 你觉得公平吗 我这是个比方 不一定很准确 但是今天我们跟上帝结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到他的能力 有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还怕谁呢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句话 你还要怕更多的人呢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你要怕更多的人呢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西乃山之约弄清楚 我们很多时候会出问题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这一位神 是大有能力的 不是我们信主 或者我们跟上帝签这个约 是因为我们原来是埃及地为奴之家的 我们被救出来 神问我们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呢 你要不要跟我结盟呢 你要不要作为我的子民呢 到新约的时候 你愿意做我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我的新妇吗 因此与神关系就是内部才是重点 跟神联合之后 如何面对外部 那个是其次的 那一定有的 那一定有的嘛 对不对 如果我这么爱我太太 然后我说 我这双西装这么旧了 可以买一个吗 他一定说可以的嘛 对不对 那别人欺负我 我太太就把钱砸过去嘛 是不是 可是这个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直在利用上帝 一直想利用上帝 那怎么知道我们利用上帝呢 如果你常常对上帝生气 你就知道了 你就是 或者你常常发怨言 你知道吗 发怨言 任何形式的怨言 都是直接或间接在抱怨神 任何形式的怨言 都是直接或间接在抱怨神 如果你弄清楚 你就懂了 有一年我要从巴塞罗那 经阿姆斯特丹 到波士顿 去讲道 从阿姆斯特丹有飞机飞波士顿 飞波士顿 那我从巴塞罗那飞机飞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其实中间时间蛮长的 可是我行李要拉出来再弄进去 反正前面那段来不及 前面那段来不及 来不及之后呢 我就 到的时候呢 我就等行李 等到抓阿姆斯特丹机场很大的 如果你去过的话 抓到机场 一直往前跑 跑到那个UA的counter 我还是UA的金卡 我拉到那边的时候呢 他跟他灯 啪 熄掉了 我就跟他说 我都等一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要来check in 他就跟我说 而且那个是wrong word 那一年有人替我出了钱 我做business wrong word 我就跟他说 我要上飞机 他都不行了 他都关掉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拜托 拜托 他就不要 他就不要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波士顿 Lexington的那个李长老 我跟李长老说 我过不来 他说怎么行啊 你一个讲完了 你快点去看 有哪一班飞机 只要飞到美国本土 你都坐过来 不管 后来我就看到纽约有一班飞机 我就要飞过来 后来我就 爬到那个柜台进去 进去 我就跟他说 我要买 海门 这个海门 他说有 他跟我说 最后一张 单程4000欧元 单程4000欧元 现在物价涨太多 你们没感觉了 那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事情 4000欧元 单程 我吓坏了 我打电话给那个李长老 李长老说 坐过来 坐过来 可是那天我决定不坐 因为我对神生气了 我生气了 我说你何必这样呢 我又不是出去玩 对不对 人家那个教会 只有一个讲员 然后飞机可以起 可以降 都是你决定的 你决定是谁决定的 你以为拍楼可以决定 你以为机场控制员 可以决定 没有 上人说起飞 就起飞了嘛 对不对 上人说别飞 就别飞了嘛 可见你们都不相信神 难怪你们也不对神生气 也很正常 当然是神决定的 当然是神决定的 所以我们任何形式的抱怨 都是在抱怨神 最近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更棒 他说有的时候 我们只是单纯 把事情说清楚 都是一种形式的抱怨 哇 我听到好感动 对哦 我常常跟他说 我只是跟你解释 解释 其实我就在抱怨你 你没给我弄清楚 我跟你解释 解释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 结束了 立约的中宝是摩西 可能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一直以为摩西站在 我们这一边 摩西没有 摩西其实他不是站在哪一边 摩西他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宝 摩西是这两方的中宝 他来作为中间人 协调人 这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 我们以为神是当事人之一 而摩西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这一方 不是 神要摩西做中宝 他自己做当事人之一 而以色列人成为另外一方 摩西替神传递律法 但他自己是中立的 他不代表任何一方 他在中间做保证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耶稣基督是中宝 对吗 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宝 就如同摩西是 神和人之间的中宝一样 什么叫做中宝 大家可能对中宝不太了解 中宝就是 叫做连带保证人 连带保证人 如果你一方不履行契约的时候 这一方要去帮忙他履行 他如果不履行的话 他自己就要赔 摩西 所以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不是在出埃及记也有一次 在民宿记也有一次吗 他都是跟神说 放了他们吧 如果你不放了他们 把我押进去吧 对吗 他为什么替他们求情呢 因为他是中宝 他觉得以色列人不听话 这是我的错 问题是神从来没有不履行契约 所以他好像站在人这边 其实不是 他是个中宝 所以为什么西伯来书 会比较耶稣跟摩西 因为摩西在旧约是中宝 耶稣在新约是中宝 而摩西做中宝 他如果宝不下来 他要把自己赔上去 耶稣基督就更伟大了 对吗 他知道人永远不会遵守我们的约 所以他就先陪 我这样懂 听得懂吗 摩西因为他是中宝 所以他两次 甚至更多次 他就跟神说 饶了他们吧 饶了我吧 饶了他们吧 如果你不饶他们 那你就杀了我吧 因为我是中宝 那耶稣说 干脆就先钉十字架 因为人注定是不遵守的 为什么我们最近 我们现在常常要剥饼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要想起我们 老是让耶稣基督 他那个中宝必须出面 其实我们跟神有利约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我们很快明天早上就结束了 无论 余牧师或者孩子 我们这次所分享的 只有一个目的 把我们自己更多 更准确的带回到你的面前来 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 彰显你的荣耀 借着我们的顺服 借着我们的福 借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也求你让我们 从今以后更多的对你说话 主啊我们不 用你来做我们抵御外面 或者谋我们自己的私利 主啊我们要的就是 我们巴不得你成为我们的帮助 而且你爱我们 我们也爱你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